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 今天讲解的经济学院杂志讲的是行销 大家都知道我们刊登广告行销 不是放在脸书就放在Google 所以这边讲的是Google Goliath Goliath就是叫做哥利亚巨人 你有听过圣经故事吗? 当然了,拿到头十气的就是David 所以这边讲Digital David 我们现在在数位时代 这边有个片语叫Take on Take on就是单挑对抗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右边就讲数位代David 对抗Google Goliath 这个Take on就是这样的用法 当然我们在英文单字学习当中 有很多东西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就举番广告 广告这个对各位来说很简单 我们在荧幕上来看看 这就是凌文老师 在字典里面收入最大的重点 荧幕上你可以看到Advertise就是广告 蹦蹦都出来了 我还提供更多的广告 比如说电视广告 还有网路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横幅广告 Banner Advertisement 我这边都收录下来了 甚至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你知道Verse是一个重要的字根吗 这一打字根的字全部都出来了 我在逐字讲解学生学习的效果好 这就是一对一最好的效果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自己家里有国中生高中生 赶快找我学习吧 这个阶段学好了改变价值观 波兰道的大学其实回天乏术 改变有限 自己想想看你周围的亲朋好友的孩子 是不是有这样的症状 找我一对一上课咯 当然我刚刚说过 你的电脑里面有这个功能 没有这个内容 没有这个内容 因为这些都要一个字一个字 自己把它输入打进去的 而且你说那我去找去GPT 我去找其他的AI人工智能 对不起没有 你去找吧 就是没有 来吧 我们把整篇文章听个四分半钟 不过如果各位同学 想要观看后面的内容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联文老师呢 就是一对一上课 我就可以每一周给你看这些课程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经济学杂志的课程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再说一遍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你看荧幕上 我已经讲解了2784篇 这代表简单吗 时间过了12年 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了12年 才可以累积这么多篇的文章讲解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很快就要超过3000篇了 一对一跟买课程有什么差别呢 一对一你会发现到 里面出现的单字会告诉你 它从哪个字边来的 你哪边入哪边补乔 很简单吗 就像各位都知道一对一的课程 能够直接找到你的弱点 譬如说如果你不知道 Recipient从哪个字边来的 我就告诉你说 哦他从receive这个单字变来 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到 哦这个就是你可以了解 你做笔记的地方 strike我最喜欢问学生 你觉得他的过去是谁 很多同学都会答错 会达成stroke对不起 strike这个单字 它的变化有这么多 你就可以快速可以看到 所以联盟老师讲解的课程 上面有QR码 欢迎可以直接找我上课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一对一 可以看到很多单字的讲解 如果是导读课程 每年费用3600块钱 重点是就是一个听一个故事 但是250个故事也够多了 等你找我上课咯 拜拜